各位律师们以及实习生小伙伴们好 我是王颖飞 接下来我要进行经纪公司与品牌方 违约解约纠犯的一个法律分析的报告 首先第一点事实归纳 其实这个案件很简单 就是经纪公司代表他旗下艺人陈某 与品牌方定立了一个代言合同 比较特殊的是经纪公司以及旗下艺人陈某 不得对外公开恋情的这么一个条款 但是在2月13号晚上7年的时候 被第三方爆出了一个恋情 那么基于这么一个后果 品牌方就对经纪公司提出了一个解约的合约 品牌方他可能会基于两个理由提出一个单方解除权 第一个是合同的约定解除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旗下艺人 违反了不得公开恋情的条款 可以看到总明记要第47条 他们认为哪怕是在约定解除的条件之下 也要由人民法院判断 他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 并且是否影响到了所约方合同目的实现 也要进行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第二个思路是品牌方有可能提出一般法定解除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陈某的这个行为 其实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根本实现 网引飞的话准备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 整个气场也好 整个把控那个节奏也好 还相对比较OK 在这个实习生这个态度上应该还是可以 那么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在2月14日正式发售的时候 他们的销售情况其实是已经实现了预期利益的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认为品牌方其实是不具有单方解除权的 那么最重要的第三点是客户需求中 其实他着重提到的一点是 好 谢谢各位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什么问题是在你的研究中的问题 太突然了吧 所以我可能会用中国来答应你的问题 对不起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有关于标书的一个书写 因为其实我在标书书写方面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实物经验的 所以这一块可能是在处理这个项目中 最为困惑我的一个问题 这不太好吧 但这个用英文回答太难了 全是专业名词 他这样是对 他既然回答不了 就不要勉强 他其实他是听懂了他的问题 只是他没有把握说 用英文可以流利的回答